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虑到女儿小学刚毕业 夫妻俩商量 再苦再累也要培养女儿 最后在亲戚的帮助下顺利进入市郊一所中学就读 冯媛媛从小听话懂事 学习成绩好 18岁那年顺利地考入大学外语系 第二年她认识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学长 俩人一见钟情开始热恋 不料半年后随着那位学长结束学业回了上海 两人的恋情无疾而终 这件事在她心中留下了很大阴影 直到一年后和十年三十岁的赵辉的遗子偶遇 改变了她的命运 赵辉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富商家庭 父亲赵松年经营着一家陶瓷工艺品公司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不仅购买了独栋别墅及品牌轿车 而且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市场 不料天又不测风云 就在赵辉上高一时 赵松年因外出谈生意 途中遇车祸去世 高中毕业后 赵辉便和母亲杨曼华一道 在伯父的辅佐下 将父亲留下的公司苦心经营 赵辉从小头脑灵活又能吃苦 没几年就成了同行业的佼佼者 这年九月初 赵辉又到成都洽谈一笔生意 恰逢在大学读书的唐妹赵丽 返校要坐她的顺风车 赵辉将唐妹送到学校后 在学校宿舍 邂逅了冯媛院 赵辉对漂亮秀气的冯媛院一见钟情 便展开了猛烈的爱心公式 不久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两年后的九月 刚刚大学毕业的冯媛院 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 顺利嫁入豪门 然而 豪门少奶奶的生活 却与她想象的大相径庭 蜜月过后 召回经常天南海北的外出谈生意 根本没空陪她 冯媛院独守空房 无聊至极 便打算找一份工作 杨曼华听后却说 我们这种家庭 怎么会在乎你抛头露面 挣一点工资 慧儿年龄不小了 你当务至极是给我添个孙子 看到冯媛院一脸都不高兴 婆婆又堆起笑脸说 你早点生孩子 趁我身体还行 也可以帮你们带孩子呀 冯媛院认为婆婆言之有理 这才安心待在家中备孕 由于召回时常出差 每周顶多回家住上一两个晚上 平时家里就只有冯媛媛 婆婆和一个保姆同住 婆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 什么事都喜欢操心 不仅打点了家中全部事物 而且喜欢关心冯媛媛的私生活 要求她戒掉玩手机的习惯 而且每天要口服一颗叶酸 冯媛媛很烦 婆婆便头头是道地说 为了你怀孕的事情 我比你还要操心 我买了好多关于备孕的书籍来看 从书中知道啊 叶酸是B族维生素 能够防止新生儿 患先天性神经缺陷症 所以准备怀孕的妇女 必须补充叶酸 有了这番理论 冯媛媛自然不敢违背婆婆的旨意 只得照办 后来 婆婆竟然当着冯媛媛的面 跟赵辉打电话说 儿子啊 你今天能赶回来吗 这两天是媛媛的排卵期啊 赵辉理解母亲想抱孙子的心情 表示当天一定赶回来 冯媛媛听后 臊得满脸通红 更令她难堪的是 这天晚上召回风尘仆仆地赶回家 甚至连早也顾不上席 就拉着她去卧室 可冯媛媛一想到这场造人运动 都在婆婆的掌控之下 不尽索然无味 然而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 冯媛媛却一直没有怀孕 每到17号 婆婆会特别关注 卫生间的纸楼里 有无使用过的卫生巾 每次看到卫生巾 婆婆就哼的一声 拂袖而去 就这样 婆媛关系冷淡了许多 一晃结婚都两年了 冯媛媛的肚子仍没有动静 婆婆终于沉不住气了 执意将冯媛媛 带到附近的一家医院 做了检查 几天后得出的检查结果是 冯媛媛具备正常的生育能力 这下 婆婆心里有点发毛了 当天晚上 她悄悄对儿子说 媛媛是正常的 岂不是意味着你生育能力有问题 如果是她的问题 你可以离婚再娶 要是你有问题 那我们赵家 岂不是要绝后吗 听了母亲的话 赵辉的脸都下白了 第二天一大早 和母亲一起去市内医 专科医院挂了专家号做检查 结果表明 她竟然患有 精子不业化 和中度弱经症 赵辉灰溜溜地 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母亲 母子俩在医院门诊 相视无语 暗自身上 冯媛媛知道结果后 她一边努力 宽慰婆婆和丈夫 一边陪丈夫到市中医院 开中药料理 可惜 吃了两个疗程的中药后 赵辉再去复查经验 发现效果并不明显 十二月初 冯媛媛的父亲和母亲 同时患了感冒 她只得经常往返婆嫁 和娘嫁之间忙碌 这月的十七号 一直很准时的 冯媛媛的立嫁没有来 因为这段时间心情不好 她小当然地以为 自己又开始夜景不挑了 然而 过了一个星期 还是没来立嫁 她就自己去药店 买来早印试纸测试 没想到 试纸的显示区 竟然出现了 两条显赫的红杠 表明自己怀孕了 她激动地 拨通了丈夫的手机 赵辉听到喜讯 激动万分 婆婆也闻讯跑来 一把抢过世纸 激动地眉开眼笑起来 然而 令冯媛媛 没有想到的是 全家人的欣喜 只持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中午 婆婆把儿子叫到卧室 母子俩小声谈论了一会儿 接着 走出来又把冯媛媛 叫到客厅 着实令她迷惑不解 婆婆冷着脸说 媛媛 这个月二号和三号那两天 你没在家 去了哪里啊 冯媛媛说 那两天我没在家住吗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哦 好像是回娘家了 我爸妈前段时间 不是感冒发烧吗 婆婆突然尖刻地说 不对呀 我刚才也给亲家 打过电话了 他们也不记得 你回娘家的日期 你好好回忆一下 那两天 你到底去哪儿了 冯媛媛顿时急了 我就是回了娘家呀 我爸妈年纪大了 记不得去这日期 也很正常啊 不料 婆婆却胸有成竹地 摸出日历 直恋道 因为我在上面 把你的生理日期期的 一清二楚 所以我才这么有把握地 问你十二月二号和三号 干嘛去了 说 你连续两年都没怀孕 怎么这个月盘懒 经历两天你不在家 反而怀孕了 辉儿患有若经症 你怎么就那么容易怀上 冯媛媛的脸 煞食气白了 她第一次壮胆 跟婆婆争吵起来 但由于拿不出铁 正来正食 自于那两碗的清白 她始终处于下风 令冯媛媛感到欣慰的是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找回一跺脚 对婆媳两人道 你们都别吵了 小心被保姆听到 妈 媛媛是我明媚正娶的妻子 她在我赵家怀孕了 怀的就是我的孩子 我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这孩子我要定了 话说到这份上 婆婆文言 只得暂解默认了 儿子的意见 这次风波 暂时平静下来了 怀孕期间 冯媛媛的妊娠的 妊娠反应非常强烈 心情随之变得很差 为了散心 她要求赵辉 把她送到 金塘县的姨妈家暗胎 婆婆忍不住诱范儿子 如果她怀的是你的儿子 怎么会心虚地 跑到亲戚家去养胎呢 以前她谈过的那个男朋友 不会再等她吧 赵辉文言 心乱如麻地说 妈 你能不能别操心了 到底是谁的孩子 生下来看看孩子 像谁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 婆婆哪能忍到 冯媛媛生下孩子那一天呢 次年四月 冯媛媛从娘家回到了婆家 眼看着儿媳的肚子 一天天变大 婆婆心中的疑团 也越来越大 内心深处 充满对冯媛媛的不信任 始终围绕 去年12月2号和3号那两天 儿媳到底干嘛去了呢 一团久久地堵在婆婆心头 她绝不能容忍儿媳的不忠 也绝不能让儿子 白白养个野种 来继承赵家的财产 这一连串的问题 让她食不甘味 坐卧不宁 一天早上 杨曼华索性来到 郊区的一家医院 挂了一个专家号 一见到医生 就像见了救星似的 将所有的疑问 向专家倾诉 最后问医生 孕妇在怀孕期间 有没有办法知道 怀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医生说 可以进行孕期心子鉴定 来确定谁是孩子的 生物学父亲 孕妇怀孕16周以后 可以采取羊水 和男女双方的血样 进行检验 产前心子鉴定的 否定排除率为100% 肯定率则未达到99.99% 接下来 婆婆进一步地咨询 具体哪里能做孕期亲子鉴定 专家先问她 这种鉴定毕竟涉及隐私 您想在当地做这种鉴定 还是去外地做呢 婆婆想了想说 去外地 专家便告诉她 外地有家医院 可以做孕期亲子鉴定 婆婆回到家 向儿子说了 想让圆圆 做孕期亲子鉴定的打算 其实 赵回表面上相信圆圆 但她心里 也是七上八下的 因此 当即采纳了母亲的建议 母子俩即刻 把正在五岁的圆圆 交到客厅 婆婆先是说了 自己的打算 然后解释道 圆圆啊 在咱们这样 有身份的家庭 母凭子贵 这又确定了 你怀的是我们赵家的骨肉 才能挺起胸膛做人呢 赵回也以商人的金鸣 跟她算账 我妈打听了 只要出去养水 和我俩的血样 按每人两千元计算 供需要六千元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花很少的钱买个放心 这不是很好吗 婆婆又帮强说 别说六千元 就是六万元 甚至六十万 这钱我也愿意出 你那个月二号和三号两天 没在家住就怀孕了 我必须弄清楚 这到底是咋回事 冯圆圆冷冷地 看着丈夫和婆婆 飞从心来 委屈的眼泪 在眼角打转 感到寒心极了 她努力地控制住自己 不让泪水流出 两久 她才冷笑地说 那明天 我们就去做 运气亲子鉴定吧 第二天一大早 赵辉开车带上母亲 和冯圆圆直奔医院 到了专家指令的那家医院 立即挂了一个专家号 临近中午才被叫上号 专家陈医生 在医诊诊 接待了他们 陈医生说 冯圆圆可以到预产室 先抽取羊水 然后对羊水标本 进行分析 此日 冯圆圆就被安排在 该医院预产室 抽取了羊水 并对她和赵辉 分别抽取了血样 然后 医生告知 15天以后 便可出去 亲子鉴定报告 做完这一切 三人各怀心事 当晚就驱车返回成都 6月6日 赵辉心事重重地和母亲 又一起去医院 拿鉴定结果 亲子鉴定结果是 赵辉与胎儿的亲子关系概率 高达99.99% 也就是说 赵辉就是冯圆圆肚子里的孩子的 生物学父亲 这下 母子俩彻底放心了 娘俩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便兴冲冲地回到家 向冯圆圆报告这一喜讯 并且忙不爹地 就自己的行为 向冯圆圆道歉 婆婆也垂胸顿足地表示 自己完全是出于 对赵家负责的一片好心 希望儿媳不要计较 冯圆圆悲从中来 拿着报告单跑进卧室 关上门 倒在床上 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天 当婆婆和丈夫 还沉浸在喜悦中时 冯圆圆做出了一个 让他们难以置信的决定 做银柴手术 冯圆圆的话 令婆婆和丈夫目瞪口呆 他们苦苦哀笑圆圆 打消这个疯狂的念头 冯圆圆痛心疾首 气不成声地指着丈夫扩诉 多少人羡慕我 说我嫁给你这个千万富翁 相当于重新投了一次胎 可是 有谁知道商人重力妄议 我经常一个月都见不了你几面 更可恨的是 你居然和你妈一起怀疑我偷人 让我受尽屈辱 夫妻之间应该以 相互信任为前提 信任没了 所谓的夫妻也就名存实亡了 接着 她又泪流满面地对着婆婆说 就连我们夫妻间的性生活 都得听您安排 这个安排出生配种 有什么两样 您一直对去年12月12号和3号 我到底干啥去了耿耿于怀 那我反过头来问您 那月2号3号 你又干了些什么 您能记住吗 你想过这么些年来 我的耻辱和委屈吗 事情发展成这样 是赵辉和母亲没有想到的 母子俩只得轮番 做圆圆的思想工作 尤其是婆婆 先是苦苦哀求 见她还是无动于衷 终于忍不住了 索性威胁道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想泄愤 可如果你执意淫产 我儿子就只能跟你离婚 到时候 我儿子可以再找黄花大闺女 可你一个二婚女人还能找什么样的男人呢 婆婆的话彻底惊动了冯媛媛 本来冯媛媛说是那样说了 可真要这么做 她还心存犹豫 不曾想 婆婆居高临下的话 反而将她逼到了死角 心想 作为媳妇 得不到丈夫和婆婆最基本的信任 还剥夺了她做人最起码的自尊 这个家是没法待下去了 一周后 冯媛媛独自跑到医院 做了银产多胎手术 银产后 冯媛媛回到了娘家 她父母知道事情原委后 不顾她身体虚弱 指责她不该任性地打掉孩子 而冯媛媛的亲戚朋友 也认为 尽管她婆婆和丈夫有点过分 但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看在孩子的份上 矛盾也就慢慢缓解了 不就手得云开 见日出马 但冯媛媛的闺蜜和同学 却义愤填膺地说 对这种为父不忍者 媛媛的反叛不过是忍无可忍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简直就是一种屈辱 哪还有幸福可言 后来冯媛媛正式向赵辉 提出协议离婚 鉴于自己的身心 受到了严重伤害 她向赵辉提出一百万的补偿 冯媛离婚一事 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代表是 如果协商不成 就起诉到法院 让法律为自己主持公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记得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